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欢迎来到绝妙启示录 我是张德仁 掌握人生的节奏 胜利的乐章才会为你演奏 掌握人生的节奏 胜利的乐章才会为你演奏 以下这则故事 是听友莉莉所提供的 在中国的地产界 有一位风云人物叫做王石 王石他以52岁的高龄 成功地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 也就是海拔8848米的 珠穆朗玛峰 而他也创下了 中国年龄最长的登顶珠峰者 当初很多人认为 年龄会是王石他最大的障碍 可是王石却认为 年龄不是问题 因为登山者需要的不只是体力 也需要的是丰富的经验 透过这丰富的经验 来处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而这个丰富的经验 也正是王石他登峰成功的一个关键 王石说 他认为登山需要毅力 也需要经验 所以中年人比较适合登山 王石特别也分享的 他登顶珠峰成功的最大感触 那就是成功 不是因为体力 成功是因为节奏的兴奋点 要把握得很好 你绝对不能提前兴奋 也更不能该兴奋的时候 兴奋不起来 如果提前兴奋的话呢 整个经历就提早发挥出来 到了真正要登顶的时候 你就没有精力了 所以在登顶的过程里 对于任何与登顶无关的事 都要把兴趣降到最低 比方说 在爬到四千米的时候 大家都在帐篷里休息 很多人跑去呢 外面看晚霞 因为据说景色非常美丽 大家也喊他出去看 可是王石拒绝了 他要保持体力 用于登顶 他要休息 其实王石是很喜欢摄影的 但是他在登顶的过程当中 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照 为什么呢 他说他要尽量减少额外的动作 自始自终都要把精力 全部用于登顶上 他保持一种心静如水的状态 排除一切的干扰 因为他深知 他最终的目标是要登顶 也由于这种 掌握登顶步伐的节奏 他没有提前兴奋 也没有太急于求成 他一步一脚印 掌握登顶的节奏 永远清楚地知道 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而这也是为什么 同行的人中只有王石一个人 他成功地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 亲爱的朋友 其实人生也像登峰一样 最后的人送你这句话 掌握人生的节奏 胜利的乐章才会为你演奏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